10月24日下午2点10分 俄罗斯外交部官方推特账号发帖称 俄罗斯国防部根据手头的资料 乌克兰的两个组织已被直接命令制造所谓的脏弹 目前已处于收尾阶段 文中配有两组图片 大约一小时后的3点17分 俄外交部再次以三组图片配文字说明 基辅政权计划在俄罗斯低功率核弹头的非凡效果下 伪装这种弹药的爆炸 其中含有高浓缩油 我们先来看3点17分发布的贴文 文字信息下方贴文是一张大图 在图的最上方放置了一个标题 乌克兰存在危险的核辐射设施 下方给出三张小图作为呼应主题的证据 而这三张小图也有对应的标题 分别是核电站 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 第一张小图中白色字翻译为南乌克兰核电站 赫梅利尼茨基核电站 罗夫诺核电站 经过技术搜索 我们在一家乌克兰网站中找到了与该配图基本重合的图片 此图显示为乌克兰的罗夫诺核电站 该核电站位于乌克兰西北部城市 配有四台总装机容量为283.5万兆瓦的机组 这些机组是按照前苏联设计建造的 第二张小图 第一行白色文字翻译为 普里德尼普罗夫斯基化工厂放射性垃圾厂 第二行白色文字翻译为 东方矿野加工厂 经过搜索 这张图片正是维基百科 东方矿野加工厂介绍中所用的配图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 这里所指的就是乌克兰的东方矿野加工厂 也是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前往调查的地点之一 贴文的第三张图 白色文字翻译为 哈尔科夫物理技术研究所 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 乌拉干热核反应系统 搜索之后 我们找到了塔斯社在2021年12月8日发布的报道 标题为 普京在列宁格勒地区 启动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子源动力发射 报道的第三张配图 就引用了和目标贴文完全一致的图片 只不过这张图片旁边的文字注释写道 圣彼得堡和物理研究所的PIK反应堆 俄罗斯外交部用了三张图片 在这张贴文当中 两张图片是乌克兰的核电站 但是第三张 它说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和物理研究所 但实际上这张图片 却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物理研究所 俄罗斯外交部在这里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一时用错了照片 还是他一时半会儿 没有找到哈尔科夫物理研究所的照片 哈尔科夫的整个的行动 其实对乌克兰的科研机构 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乌克兰的种子研究所 那么所保存的大量的 遗传学的一些材料 甚至我们说整个种子库 基本认为是被毁了的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 乌克兰方面如果没有发布了相关的图片 其实俄罗斯是不见得能够进入到相关区域 这个时候把这个脏弹的风险拿出来讨论 这个我觉得可能俄罗斯方面 更多是希望把注意力引向 对哈尔科夫的这些 敏感的研究设施的攻击上面 对哈尔科夫的这些 感谢观看